九二共識又活過來了 2023年了 現在的環境是有一些差距 我們的執政者 把台灣帶入險境 說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和平與戰爭的選擇 我們現在已經是2023年了 它這個論述應該是在 1970年代所的論述 所以這個講法是有 跟現在的環境是有一些差距 我們以現在的情境來看 這樣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事實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九二共識又活過來了 我用實際行動證明 兼職九二共識 求同誠意 彼此尊重 和大陸就可以有共同的政治基礎 可以盡速恢復 交流和對話 這樣子最符合我們台灣民眾的利益 目前我很憂心當前的情況 我們的執政者把台灣帶入險境 未來就是和平與戰爭的選擇 我會在民間繼續努力 讓台灣有真正的和平與繁榮的安全未來 最後謝謝大家 peaceful yn afus 有